这个男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被三千只丧尸追 还要大笑的人 世界爆发丧尸危机 他和小伙伴开车逃离城市 走半道上 前方突然惊现主车钉 三人谁都没有注意 只见人他急驱而过 阿县瞬间被摔下车 房车直接报废 天道灰赶紧跳车 奔去阿县身边 发现阿县的头骨阵裂 受伤严重 越显眼下了车 走到主车钉前 思考着这是怎么回事 突然有大巴车飞驰而来 紧接着一群站在大巴车顶上 其中的领头人竟然认识天道灰 天道灰顿时心房一颤 这个领头人居然是他们曾经的部长 天道灰回想起身为打工人士的悲惨经历 部长经常让他通宵加班 还不给加班费 想到这些 天道灰立刻对部长心生畏惧 顿时变得卑躬屈屈起来 就跟本能反应似的陪上笑脸 部长吃饭没有家里都还好吧 部长见天道灰还活着 心情很是振奋 居然主动提出给天道灰修车 以及无偿一致阿县的伤 天道灰还以为听错了 部长又表示 他在服务区办了个小基站 可以先去那里休息 这一刻天道灰之感觉 部长不再是以前的大坏蛋了 而是脱胎换骨的慈心菩萨 就在天道灰咬个头道谢时 部长忽然画风一转 但前提是你要给我打两天的功 天道灰从天堂跌到地狱 顿时紧张到一个字都吐不出 月嫌看不下去了 直接向部长喊话 这些都是你计划好的吧 故意在路面上设下组车钉 让我们受伤后 你再要挟我们给你打工 部长哈哈一笑 让天道灰自己考虑 是要留在这里被丧志吃掉 还是给部长打工 换物资救队友 天道灰本想鼓起勇居拒绝 但一想到阿倩和月嫌 他只能低下头 接受部长的条件 反正只打两天功 忍一忍就过去了 事情真会如此吗 具体让脖子来讲讲 天道灰和阿倩 被困在东京已经有一个月 眼下饮用水已经全喝光 食物也吃光光 更要命的是 整个东京 完全陷入停电状态 手机接收不到网络信号 天道灰彻底与世隔绝 阿倩认为 必须想办法离开东京了 否则迟早沦为丧失的肉夹馍 天道灰有点无奈 本以为能快乐玩耍 没想到还是得为生活奔波呀 突然 天道灰回想起小时候 在父母的陪伴下仰望星空 顿时担忧起父母的安危 天道灰决定 天亮以后 收拾东西回村 第二天 两人跑去奢侈品店 凡是价值高于50万的手表 全被两人塞进包里 打算拿回去送亲朋好友 价值983万的镇店之宝 也被两人收入囊中 天道灰简直不敢想 身为打工人时 吃顿黄闷鸡都心颤 如今是好表如粪土 人生真是妙不可言 两人回到楼顶 收拾东西准备开车 天道灰让阿县少带东西 阿县只携带了必备物资 而天道灰 竟然只带了游戏机 阿县表示 你是去旅游吗 天道灰回到公寓 认真的将房间清扫干净 这个不大的狗窝 为他遮风挡雨了许多年 离别之际也要好好道别 随后 天道灰骑上赤土 带上阿县踏上回村之路 走半道上 阿县忽然想去搞辆房车 回村至少需要四个小时 要是路上遇到冰雹啥的 开个房车可太方便了 阿县双手赞成 于是 两人拐去露营车展会场 意外遇到一个女孩 居然是月嫌 这是天道灰第三次邂逅月嫌 天道灰只感觉 自己和月嫌太有缘分了 难不成是月老的安排吗 天道灰立刻邀请月嫌一块回村 不料 月嫌断然拒绝 他认为天道灰不靠谱 还不如自己单独行动 天道灰的爱情火苗 就这样被无情浇灭 阿县上去和月嫌聊天 得知月嫌也是来找房车的 天道灰立马死灰复燃 又上去寻求和月嫌合作 月嫌再次拒绝 比起失去人性的丧尸 不怀好意的天道灰更可怕 阿县赶紧帮天道灰说好话 天道灰开车技术一流 保你一路上舒舒服服 月嫌顿时羞红脸颊 三人进到会场 顿时惊到荒夫雀跃 只见会场 满是各种高档房车 根本挑不过来 有复古式的小木车 有上刀山下火海的履带车 见到有机械臂 天道灰和阿县更加激动 车里还有豪华茶室 以及情侣鸳鸯浴缸 两人兴高采烈 月嫌却是满脸无奈 完全理解不了男生的兴奋点 月嫌去挑输出功率强的房车 他考虑了各种情况 比如道路问题 燃料问题 很快 他就找到理想对象 对比之下 天道灰和阿县 专挑最贵的房车 两人选中一辆价值2000多万的房车 里面物资应有尽有 天道灰仿佛见到梦中女神 非此房车不可 但月嫌坚决要选自己挑中的 阿县表示 身处丧失世界 生命固然重要 可好不容易摆脱社会的束缚 如果还是那么板板正正 那多没意思呢 月嫌觉得有点道理 他看向旁边的小房车 仿佛顿时见到梦中男神 这温馨的灯光 这精致的装潢 再加上纯手工编织的挂毯 以及总统套房式的卧室布局 月嫌顿时春心荡漾 就在这时 十万丧尸涌入会场 三人急忙奔上一辆房车 月嫌刚锁上门 上百只丧尸就把房车团团围住 天道灰一脚油门 驾驶小车冲出会场 直接奔上高速公路 阿县骑上赤兔监视四周 高速路上一辆车都没有 天道灰隐约觉得不安 月嫌认为啥是没有 大多数人怕是都被丧尸感染了 天道灰是献心院 驾驶房车 三人走着走着 就被组车钉扎破轮胎 随后 恶毒的部长闪亮登场 他逼迫天道灰给他打两天弓 天道灰跟随部长去到基地 各种物资果然一应俱全 月嫌领到医疗救急箱 第一时间给阿县包扎伤口 阿县无比自责 如果不是自己受伤 天道灰就不会被胁迫 以目前这情况 只能先忍上两天了 月嫌并不这么认为 按部长的德行 怕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与此同时 天道灰发现 基地有很多人在超负荷工作 无论是从天庭下凡的小仙女 还是曾经担任特种兵的士兵 只要来到这小基地 都得给部长当牛做马 部长看在天道灰曾是他部下的份上 就安排天道灰去装卸货 以及防卫丧尸入侵的保安工作 天道灰顶着40度的高温 不停歇地搬运物资 除去这箱 还有一千个物资箱等着他搬 这时 天道灰突发奇想 他将啤酒冰冻起来 想给大家解解酷暑 不料 部长杀了过来 看到天道灰的所作所为后 露斥天道灰是败家子 身为打工人 喝点雨水就可以了 哪里有资格喝冰镇啤酒 天道灰心生恐惧 完全没有勇气反抗部长 就在此刻 路人夹一柄走过来 看到一筐子啤酒后 顿时变得兴奋起来 误以为这是部长犒赏他们的礼物 部长咬紧牙根 立马换上好心人的面具 声称 这些啤酒都是他让天道灰搬来的 接着 部长对所有人宣布 今晚每人都能喝上冰镇啤酒 众人直夸部长是大好人 天道灰都傻眼了 明明是我的功劳啊 这时 部长瞪向天道灰 天道灰吓得大汗淋漓 连口气都不敢喘 下一秒 他就看到一个更离谱的东西 部长竟然拿狗链绑住丧尸 然后拿浓烟去使丧尸拉卡车 天道灰蒙圈了 部长这心事真黑啊 此刻 天道灰意识到重大危机 两天后 部长真的会放自己离开吗 我们下期接着讲 本篇是 将是百分百第四期 本期问题 如果你打丧尸 会用什么武器呢 大家想一种武器 发到布林区哦 伯乐呢 要穿上三体头 三体甲 然后拿上平底锅 去硬壳丧尸 打不过呢 我就赶紧跑 回去拿我的巴雷特 好了 本期那种交正了 支持伯乐动漫频道 大家多多支持 记得点赞关注订阅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by bwd6